詞曲 李宗盛 許正行教授 他現職是中原大學教授 他的學歷是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學院 中立大學航空與海洋學習博士 許教授經歷 擔任亞中大學講座教授兼副校長 中原大學教務堂 中原大學主任秘書兼校友室主任 中原大學學生事務堂 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到台北大學來談談 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去共識來當個校長 在一個學校發展的理念跟大家來談一談 我以為也會看到一些比較在各方面的校務 大概有什麼想法要這樣進行 也跟大家來分享請大家指教 那我想喔 我們北科大是一個需要很不錯的 而且是龍頭的在科大裡面 那台灣需要的不是大家都是科大 要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北科大一直都是有這個開創的進程 有100多年 所以整個創校主軸實在沉浮驚情 那是一個工業人才教育的砍死 那在教育的測試是文創科系人才跟創業家 也是我們是一個工業的分手還有企業家的挑戰 甚至我們可以說也是企業的挑戰 因此呢 我們現在目前定位是實務研究型大學 我們可以再定位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台灣的科技 或是我們的產業已經在面臨轉型 所以說我認為可以從學術發展的教育 人文和這些相關我們現在提到的一些領域 我們再定位 因為我們實際上應該要朝向高定位國級的典範工業大學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一個工業的一個大學 而且他是可以 觀照的是一個領域 而不是科技上面的一段一段片段式的一個科技的學校 這樣學校的發展跟其他的科大 其實上他的差別性特色並沒有辦法顯著 所以我們應該要從一個工業大學的角度來開始 而且才可以根據我們工業推手 那另外呢 我很重視人際的彼此的互動 所以我覺得要在這裡 要營造教職員工能夠互相說服對話 交換思想跟夢想 創新學習的一個 而且能夠強化內在動機的一個 身心靈安斥的一個場域 所以會在這裡會營造這樣的一個機制 這樣的一個環境 另外呢 要持守這個成果堅持的校訓 愛心說誠實話 而且是一種普人式領導 首先普人式領導就是 一個領導是要培養出更多更好的領導 更多的人才出來 所以這樣的一個領導 真誠的能力對話 讓校園隨時是有活力 因為我覺得一個校園最重要的 他是人 教職員工生 是最重要的 他是學校的寶貝 他是資產 不是像有些需求要把老師 或是員工當成負戰 所以說話 現在少此話 我人太多不行 我覺得這是一個錯誤的思想 所以說我把剛剛那個 這樣的一個畫成的圖 就是我們的目標 是要工業推手 企業遙伴 所以我們從這裡往下展開 能夠和洋專業能力的培育 全數發展的教育 但不同的 現在我們學校比較有些基礎的一些 一些領域我們可以再繼續發展 尤其在未來的時內 我想智慧科技會是一個非常重要 那包含創新 永續循環 這整個整合 我覺得這是我們學校的機會 也是一個工業大學 應該要去做的 去整合一些工業的領域 那另外呢 在國際化也是非常重要 是一個基本具備料理基因 所以呢 我們要從各個面向 從招生到一些交換學習 成長等等 能夠做到臨美科大 不世界代世界 我想這些相關的國計畫 是必須要去推動 而且是一個基本要具備的基因 另外 有關一般我們才看到的排名 各種排名制度 它雖然不是我們辦學的目標 但是還是要分析它的評分指標 來策略檢討 所以我在亞大這個 我們有做這樣的分析 其實在產學跟研究方面的進步 是加分最多的 所以這個都是可以提升 學校辦學的支度 也可以從這邊走出特色 另外在學校的 我們的人員 教學工生是需要防備 所以我們要 營造多元的世界分流發展 不是只有學生 才需要生涯發展 而且同仁 還有教導的老師 也需要生涯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 教育部也在推出 學校的多元生涯等等 其實老師也應該要 不一樣的發展 一個career 一個發展 一個機制 還有一個軌道 所以做一個行政 或是做一個學校制度的制定 大家在談的時候 只能夠思考這個多元事情 分流發展這樣的概念 而且可以引力同的進步 發展風潮 另外呢 講到對話 所以我們期待 在這個製校裡面 我們能夠讓學校常常 有一些成長社團 跟社群 師生多元 而且 整合科技藝文跟音樂的效果 還有一份 我們在台北市 實際上這個資源非常豐富 在我的心目中一個大學 在這種藝文展演或音樂 尤其音樂中小型室內院 一個禮拜應該要一兩場 所以一個學籍可以有支持場 我覺得這是應該 因為這是一個 好演的體格和性情 非常好的 而且可以幫助我們 可以把你的view擴大 所以這也是一個 相關定位跟志向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 幾個highline出來 很特別的highline出來 接下來就是 在效路推展的部分 最近是非常重視的 就是所謂的效路研究 IR 但是我覺得IR是 出來的是事實 但是 我們常說是求最高效率 但是我認為是要求最高效率 而且要考慮到價值 學校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是應該要 要以價值驅動 來帶動所謂的校務研究 我們的價值在哪裡 譬如說我們學校 一個木役班 那是跟偏向花園人合作 那這個如果 你用很多效益來看 實際上 學校的投入是相當多 但是這是一個價值 所以這個價值 就必須怎麼樣 我們要去做這個 抉擇方向 另外呢 在我們的教學學習 研究輔導 服務產學等等 我們也是應該要在這個校務工作上 要以 人際環境的和諧 考量為主 那有創新師 為我們做這個 團隊進合結合一的分析對話 來營造我們 校務 但執行上的特色 另外就是 善用科技的便利性 設計文化 單根跟專業的對話 服役資訊流動 那我們呢 整個學校以學生的學習 為核心 來建立價值驅動 加數據驅動的學者模式 那另外 對於校園的營造 我們剛好是在台北市的這中間 附近有一個森林公園 還有很多的這種 商業科技的一個環境 我們怎麼樣來利用未來的時代 智慧科技遲早回到 我們要怎麼樣走在這條路上 還是能夠提早來建立 我們的智慧的律校 那 談到IR 稍微跟大家介紹 IR其實能不能在做 IR就是使我覺得 我們在每個單位 都需要進入這個思維 我在十幾年 在中原就已經在做這個思維 所以我們規劃的 不管是校務系統 或是學校的一些策略 連招生 都是以IR先分析 然後再去處理 那時候算不叫IR 但是我們都會做一些分析 然後才去做 那IR分析第一個就是 Data的收集 第二個就是資訊 所以我們的 一些變數之間的關係 然後再來才到多變數的 多變量的知識 最後到我們的決策 總結性的一個智慧 是這樣的程式 在思考我們的校務 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在很多校務 就可以依照IRR這樣的一個概念 去建立 會跟大家說明這個細節 那另外在學術上 在教學這個領域 就是我們從這裡開始發展 IR是它的方法論 再來就是我們的什麼 就是我們在教學部分 還有輔導部門 教學習的部分 還有練習、學習、實習 那我認為大學生 不能只有專業知識的全職專業 一個學校 還需要有多元寬博的水平建築 強化共通的問題 這次我在非常有這個體會 在中醫大學 我在做學生的申請入學 來問他們問題 我常會問一些比較常識性的 甚至我到一些高中去做模擬面試 我曾經問過一個問題 那個學校給我的是五個 七十幾個以上 都是工學院的學生 都是機械塊 就是電機關的學生 我就問他一個問題 釣魚的時候 那釣魚該這樣拉 為什麼要弄槌子 才會那個肺力 還有那個轉身的 原理是什麼 不會 沒有魚 五個都打不出來 結果我說你們連釣過魚 沒有 問他們 有沒有看過釣魚的節目 沒有 那就是我們學生的生活的情況 為人要讀書 為人要升學 實際上他們生活的常識是脫節 所以 他等於是只有垂直性的 不適的學習 沒有水平式的建築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 我們在這個學校 我們在教育上 我覺得應該要 對這樣的一部分要比較不強 而且能夠跟人家 有溝通的話題 也能夠共鳴 在不同的領域裡面 可以有彼此增進知識 還有表露一些生命的經驗 來協調人生 另外呢 我覺得應該在品格教育 要擴大 這個委員 服飲專業教育 所以我們在很多的課程 或是我們在 老師在代學做研究 或是代學做一些 服務學習 甚至制風 我覺得這是一個需要做 當然 品格教育應該從小開始 解決問題的能力 應該從小開始 做家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訓練 但是 如果在下面沒有這樣一個栽培 但學校就跟他在這方面 來規劃 來栽培我們的小孩 我們的學生 所以來統整這個 讓學生懂得 可以用亂巧的實力 帶動意實力 培養 扔扶扔 扔扔扔的一個 能力跟創新的態度 那另外呢 未來是個智慧時代 所以智慧科技跟產業的成績 教學要強調學理跟基因 其實現在很多一般大學 開始重視實習 重視技能 那其實科大 不能只是體格在技能 我們的學理一定要強化 可能以前是82% 可能你會變成73%或是60% 那在未來智慧時代 很多電腦的運用 很多的思維 都不是像我們傳統 那種黑手的時代 所以這個必須要去強化 所以提升這個學術 跟論理解決能力 然後他可以由實作裡面 去融通他的學理 那我提到IR 所以說我們在教學方面 實際上 我們可以在教學的開動 我們的課程裡面 哪些是技能型的 哪些是學理型 哪些是混合型的 哪些是通識型的 我們應該要做一個盤點 所有的我們現在的行政 或是我們的教學 所有的策略 所有的課程 我們應該做盤點 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這是IR第一點 如果不先做盤點 IR再怎麼做都只是騙斷 所以這個盤點跟IR的層次是一樣的 所以IR的層次是這樣上來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層它是DATA DATA就是基本DATA 就是我們課程的分布 教學方式的樣態 教學法等等 就是很深的剛剛都講的 DATA INFORMATION 我們要去規劃 同樣的資訊系統 要同步跟著上去 我們資訊系統的行政優化 必須要做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自己的消息系統 但是學校說真的 我們需要網頁 很多二指南外到底是通的 上去判的結果 實際上還需要在這方面 繼續往E化 甚至往知識化 智慧化上面走 所以這也是未來 我們怎麼樣去用IR的思維 來整個在教學上面 會碰到的就是它的教學 老師的教學 課程的規劃 加上學習 它平台的支持系統等等 我們都需要去做這個方面的規劃 和建立 另外呢 在師資部分 我們要積極研定 專業跨語醫師 品德均有師師 尤其我們學校的生師比 是24到25左右 實際上是高零點 如果能夠強化師資的量 跟職 我覺得這也是未來的挑戰 這也是我們要積極跟教學 工政局 當然學校的經費 我們怎麼樣可以 從校園裡面得到一些協助 等等 都是我們未來要考量 後面會提到 另外這個 強化老師的支持系統 跟生涯發展 還深化、智慧化、教學 之類的平台 作為大學的教育系統 是我們規劃設計的 所以我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完全想到就是 我怎麼樣讓老師 做老師該做的是 教學、研究、輔導、產學 而不要花很多時間 為了要找學生資料 要找半天才找到全學生資料 所以16年前 我在那邊做學務長的時候 我們最近是Single Science 單一遷入 單一使用者 多種角色的這種品牌 的一個架構 因此呢 我覺得這個支持系統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管是教學平台 都應該要從這方向去建構 去建立 另外品格教育的部分 專業課程、跨學生 各方面 還有業界經驗 我們希望能夠建立 品格跨域跟專一 一體的那個課程體系 這也是未來的努力 五到十年 然後叫生根 它主要的要求 它主要的範疇 那面對這個智慧時代 我們當然 互聯網、大數據、AI、FinTech等等 我們的課程學生的再造 也要強化這方 資訊跟數據科技 資訊、數據科技方面的應用 不同的層次 當然Domainology 還是很重要 但是我們不需要 讓它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在資訊跟數據方面 在入學方面 在招生 我們的多元入學 不是只是多元的廣盪 我認為的多元是 學生來源要多元化 生活的經驗是不同的 這些學生在一起 他們才會有創新 才會有互相火花出現 所以來導引我們的即時教育 那另外呢 針對學生特質的表現 我們可以做一套因子分析 就是說什麼樣特質的學生 我們要找是優質的學生 不是優秀的學生 合適我們北科大的教育的理念 我們的教育的方式 然後呢 我們在招生的時候 在申請入學 我們在interview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一些 經過IR分析過的資料 給老師們參考 那老師當然也要受過 一些interview的訓練等等 然後我們來招收合適 北科大教育目標的學生 那另外呢 新生入學輔導是相當重要 一般都認為他的輔導就是 新生訓練 老師我認為呢 應該要有個專業協學的 至少三天的一個教育 我在雅大就是這樣做 經過那三天 每一個系 就把他這個系 最重要的科目 最基本的科目 以通識化的方式 來上三天等等 甚至有實作 三天後 每個老師都跟我反映 這一屆的學生 這樣的銜接 自從我去那邊 他們的上課量 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也知道 他在這個系 要做些什麼 所以新生訓練 不是只是告訴他說 他沒有好吃的東西 學校他沒有什麼規定 應該是要告訴他 其實體驗這個系 整個最重要的那些科目 有哪些通識化的方式 好像銀匯的方式 來教導我們的學生 另外呢 為了要強化國際動力 我們知道在國際動力 我們常常觸角 我們都一直在放在一般英文 可是真正的觸角 不管是雙聯學位 不管是研究交流 傳學交流 都是從專業的來 所以我認為應該強化專業的地方 工學院這邊是科技英文 設計學院就是設計英文 商學院就是商學英文 等等 這樣子的一個專業英文 來培養他們 因為這是他們 跟國外交流的第一個觸角 就是這個部分 然後服務學習跟志工 這項學生能夠體會怎麼樣 來服務別人從這邊得到快樂 所以系統跟機制要同時做 然後把我們的 連通我們的學習輔導機制 跟我們的輔導平台 也就是我們的機制跟平台 資訊是要連通的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讓老師 可以用很輕鬆的方式 能夠真正把時間 放在學生的身上 另外呢 我們也希望 剛才我講過 三創的環境 我們需要有有訓練 學藝文 音樂的環境 還有智慧能 智慧能也包含很多的設計 很多的資訊 但是它也包含很多環保的思維 也包含怎麼樣運用未來的科技 來幫助我們可以在這校園 可以非常輕鬆的Easy 另外呢 要增加老師跟學生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 制度化的安排學生 參加老師 在教學或研究或產學的 一個典範的學習 另外在研究部分 研究部分我們想法是 我是雙擺發展 現在老師都是自主主持團隊 形成研究群 產學群 而我認為我們缺了一個 叫做校方系統的媒體 那對於個人 就是說自主發展的 我們建立基地機制來促進整合 可是系統整合的做法是 例如說以系來講 我們有很多老師 其實我們的學術 當然都不知道在橫軸 可是產業的東西 是在重軸 它是個重軸發展 所以我們不能 我們覺得老師 怎麼樣在這裡面 我們可以盡量把我們的軸 橫軸 往外 往重軸方向延伸 那就是我們去盤點老師的專長 看看這個老師想要再次發展 我們的老師裡面 能不能把它配上來 每個老師怕自己的想法 我們來配系統化去配 然後找出最合適 這個系未來發展的 我們這個系統化 組成團隊 系上的團隊 然後這個是 當系上團隊完後 跨系的團隊 可以更把這個產業鏈 這個中間的學術的發展 我們是水平中 往上面 擴張 那就是我們怎樣去 這個學系 他想要做什麼樣的產業 他需要哪些學系來幫忙 就可以這樣吧 那這些剛剛這些盤點 可以幫助我們 我們要成立什麼樣的系 我們要找什麼樣的專長的老師 找什麼樣的系統 我們的校友系 來跟我們協助 來跟我們做 這是系統化 然後到學院的時候 這個產業 產業鏈可以擴得更冷 可以擴得更冷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樣 以學院之間的合作 然後看我們缺什麼樣的專業 我們把這個補起來 我們就一個個學院 他們想做的一些產業 我們去補它 這個是需要哪些學院的學系 我們去補 那有缺缺的時候怎麼辦 你想辦法去找人來合作 那我們做這個系統的攤點 可以幫助我們知道 我們如果想要把一些產業鏈做好的時候 我們應該在什麼樣的學科 什麼樣的學系 什麼樣的學院來講話 而不是就是憑運氣在那邊亂打 這是我們在學院的時候可以做 那這邊的領導者 可以請院士會試 或是接觸校友 來幫忙我們一起來 來成績 以後我們可以移到 一到三個領先中心 不管它是研究中心 或者它是產學的中心 我們可以往這邊去發展 所以另外呢 我們要研究策略 來依照大學生特質 學生也要組織學習 跟研究研發團隊 來跟著學校的這些團隊 來一起 一起來共同學習 然後也鼓勵學生 把創意設計研發成功 去參加比賽 然後申請專利等等 另外在研究生部分呢 我們要培育他們是一個產業鏈結 他的智慧科技 怎麼樣運用它 他的專業領域 但是他也是我們要配合 的是一個高階的人產 他是可以在Domain Knowledge 他自己的領域裡面是非常不錯 但是呢 他還可以操作一些相關的智慧科技 所以這是在研究方面 還要產學 那這裡呢 學校在實習時做場域啊 整合 產學合作企業跟下來的資源 我們都可以再做整合 然後在這整合分析 這個成效過程 我們都是可以用IR的方式 來強化這個合作程式 並且呢 在國際化 基本上應該是以產學跟研究為媒介 來結合企業 來做跨校交換 做雙年學制 其實它應該是從研究跟產學出發 不是從教學出發 教學只是在這個過程中 去評的另外一種學習 他可以到一個研究中去學個技術 不一定是上課的課 所以這個這樣的國際化 我覺得是會對我們的路會更廣 這是BI 這是商業智慧的東西 IR實際上就是用在校園 如果用在商業裡面 就是叫BI 這是給大家參考 基本上它是一個知己知彼 以據為證 所以需要校務的支付和資料物 這是IR系統的建制 學校的IR建制 目前是有依照計畫案的成立辦公室 但我還沒看到它放在選校的正式組織內 實際上那以後應該是要正式組織 所以它的建構是 我們要蒐集APP 然後去運作 然後看輸出什麼 然後做分析、挖掘 可是實際上操作不是這樣 實際上操作是我們是問題 我們想要知道什麼東西 我們去找出這些分析的結果 是不是有些數據我們輸入的不夠 我們是不是要去檢查一下 然後回饋到我們校務所在會 目前國教院要做這一塊全國的 那我是很榮幸被國家院長邀請去協助主持 就是國家的教育資料部 還有教育分析的一個這個計畫案十年了 就是要把一般大學 還有科技大學 還有高中還有大高中 所有這些高中的學員 都放到 會放到國教院 然後我們在那邊的研究員 那提向是由我來復活 我來負責來聯繫 要分析什麼東西 有些當教育會 還是怎樣來做 我覺得這次應該是 因為我們要知道我們在哪裡 我們才會辦法往前面前進 才會辦法往前面前進 那所以另外呢 我們對應的資訊平台 所以這是一個整合的一個方式 那招生的特色呢 我覺得應該是 學術採權的特色來吸引學生 那一樣我再次再講 招視訊多元 特質有有性講學的學生 這是優質的學生 那強化去特色的創業家 跟企業家的培育策略 然後對高中職的策略聯盟 還有我們要分奏行銷 還有獎權制度 製工服務跟實行機制 那另外就是 校友企業或優質企業 可以提供支援 其次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努力見識 就是我們跟我們 因為我們有10% 上市上櫃 我們台灣的企業 10%上市上櫃公司的負責 是我們的校友 那我們應該可以 比照台塑集團 他們只要是長坑科技 還有明治畢業學 一生樂一次機會 進到他們的集團 不必跟人家比較 直接就可以錄取 你離開了 再來就要跟人家來競爭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來 說服我們的校友 來幫助我們 來建立我們 可能沒有像台塑人家那麼大 跟我們多集合 很多熱心的校友 剛剛開始 人數可以 我們可以訂少一點 看是要有些什麼 基本條件 然後呢 然後讓他來錄取 可以讓他企業時去工作 讓學生在畢業的時候 他可以讓校友企業 學習校友組創業的精神 跟校友更多的不同 然後呢 也可以深化校友提息 這個也在我們的招生 也可以用到我們的招生 另外是我們可以跟一些大學做節目 或是跟高中子關係的節目 來提升我們的這個交流 另外要彈性應用各樣的學制和轉班 來過大收一些喬生 另外呢 那獎豬學軍的政策 新南向政策 我們要怎樣用獎豬學軍的策略 跟校友企業實習的這樣的用因 來遭受擁止額外提升 那另外你剛剛教官都講過 那我們在生化化 現在培育不只是專業 我們也要做整個 生化照顧 通彩的教育 還有在地紀念文化的考驗 我覺得這世界在我招生上是很棒的 那這是我招生的想法 但是我們怎麼樣去找 藍芯升級會是未來主要的廣大 升級入學員可能會從50% 調到70% 所以我們一定要圖選學校的特色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圖選 我們是工業大學的特色 另外以RRR的分析 來分析學生特質 入學後的學生的學習成交 畢業後再次的表現 我們可以來分析 從這邊找出哪些特質的學生 有哪些特質學生是比較容易 是比較容易在我們的教育體制內 達到他們的夢想的達成 所以用這個來當作一個參考資料 它伴隨其他的資料 我們來選擇我們要的學生 另外能夠調整各種所交生 招生的各種片種 來專業化來培訊我們老師 來做選拆 我們知道HR是個專業 PUMAN RESOUTS專業 我們的老師不一定有這樣的專業 所以我們需要做interview訓練的專業 我們將自從這邊找出合適學校 培育方向跟培育方式的學生 另外111%課綱 我們要做的是 在高中跨領域跟深度學習的學習立場 這樣可以去彈性的調整 學校選材的重點跟造成生物 一樣在這裡來源的多元化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在資源的部分 我們的學雜費是不易挑戰 因為這個學國家的政策 我們知道還沒確定 到底是公共化還是自由性計畫 所以目前是不易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努力 另外研究計畫 競爭技術的關聯會收入是有限的 產學技術也成功說 我們就需要系統化 短時間可能業績真的不大 但是長期的效益有期待 是我們可以努力的空間 另外我們的副組單位產值還不高 效益要帶增加 另外再接管我們有12萬校友 校友企業 合作企業就有家長 所以是有開發的潛力 另外大型的特色計畫 高校生跟其他中央地方 這是我們可以努力增長 去爭取經費 另外在推往交易 因為環境當然不佳 所以收入的提升不容易 也要新創公司 還是需要一些投入 或是校友企業一 有合作的新公司 但是它是 也就是說它有努力的空間 也是非常協助的 但是需要一些努力 那另外呢 我們如果要強化我們的特色 我們需要一些投入 所以我們要第一個 提升問題解能力 跟學問能力的教育 我們每年投入或甘心 那我認為是呢 三年內可以把這些機制 跟這些課程可以調整好 而且這個經費 我自己覺得說 它應該是 要佔高校生跟經費的一半 如果我們剛好生跟聖經兩億 我們應該至少要佔高一億 這是一個很重要對學生的代表 另外有關於提升一到三個校的 研發或是產權團隊 我覺得除了一些經濟部的案子 或是國家的案子 我覺得這個 我們可以再額外依註 是幾千萬當單位來算 我們期待的是 在三到五年內 它可以達到台灣第一 或是亞洲前三 這樣的一個規劃 我相信我們學校 應該有辦法找出這樣的 好像頂尖研究中心 這樣子的一個團隊 另外就是化學院的產權團隊 我們也是投入到經費 來幫助老師 在開始做延伸公司 做串列的時候 讓他們可以有一個好的起步 另外國際動力 我們也要除了一些學孩計畫 我們也可以需要 投入過乾的經費 來做這一塊 另外獎學金比例 還有強豪的消費學生 剛才提到 也成為一個正式 在確保 它是分析 而且做績效的尊重分析 組織平保會議 我們可以來檢討 我們相關的東西 是不是有拿到我們的成效 所以它的相關的結果 會在一個資訊平台 來講對我們追蹤考核 我們的成效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另外這個 智慧綠校園的規劃 我們要有一個Master Plan 因為我們國際化發展 跟都會學校園 我們要有Master Plan 不管是擴大效率要到哪裡 或是跟哪個學校去整合 這等等 我們應該做一個Master Plan 我們要有很好的設計學 針對智慧 我們應該電子學院給發揮 所以透過校園裡面的一個說明 畫圖等等 我們來收集大家的意見 那營造全校參與校園規劃 怎樣的分圍等等 那聽完當然 發揮城市大學有臉書 這是意願的效果 那我們的結語 就是我們成績需要百年堅持基礎 持續領航工業與育成企業的大學 所以我們是要有工業大學的一個view 來看我們自己 另外就是 我們的校園 我們是堅持 以人工工業的體格教育來專業 來培育樹葉採集兼備 含榮國際事業的一場 另外是 我們研究商工業採集成家 極深學校的俗學俗實力跟三創動 成就我們工業推成跟企業的一個滿年願景 那製校 我覺得呢 我們大家都能夠以福人士林來幫助 我們的老師成長 來這樣來成長 來成就當事 另外呢 推動校園研究來精進我們的學術發展 非常消耗智慧化的資訊平台 等等的一個建構 我覺得我們要發展公佈 另外我們要營造整個科技藝文醫院 一個智慧力向人 提升我們整個招生教學研究法 產權等等 另外呢 就跟校園企業國家隊單位的合作 耐苦效會再創刀 謝謝大家